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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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Fab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第1个新式是Kairi 加入安达后,当然有狂潮5 但亦不至于是他自己用他名出的签名鞋 但现在安达就为他出了一只Kairi Artist on Court 大家可以看到这只紫色的就是Kairi 1 外观来说,我觉得就普普通通 其实是否很有Kairi 风范的鞋 又不觉得 当然,可能现在Kairi 要求的款式就是这样 当然会有很多它的 input 以Kairi 系列来说 通常都会有充满Kairi 的特色 但这一对鞋上面 看上去的设计语言 就不是感觉到非常之多 鞋底的纹路就有点有趣 好像这些花纹那样 而物料上 亦有点像flow底的物料 所以可能在室内墙的 跑地程度就会高些 但这些物料 看在室外的程度 就未必非常之好 其实他今天第一次穿这一对鞋 感觉上有点像Kairi 4 侧身位 再加上一个PG 2.5 的扮带 去做整个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外形来说 就不是非常吸引 但Kairi 系列始终有非常多的补偿 所以今次的Kairi 1 也算是挺触目的 我相信之后会有更多的配色 大家可以看到 一起留意一下 我相信比较更触目的 新闻就应该是 Book 1 啦 我亦都说过很多次 Book 1 啦 终于都真的出一只 不是橙色500对 今次真的叫做 大货版 Mirage 的款式 今次第一只色是沙漠色 其实有少少叫 有少少蘑菇色 它的设计 如果用这个磨空色 就更加像一对出街鞋 整个款 这个第一个出的款 反而是 Translucion Rubber 底 外观来说 都挺干净的 各款我觉得可以的 你纯粹用来 不要说打波 用来行街的款 这个款是绝对可以的 其实它整个设计完 推上一个好行街的款 鞋底的Harem Pattern 亦都叫做 真是纯Harem Pattern 完全没有特别其他设计 Translucion Rubber 底 当然就是 开头那几个 可能一两个Colorway 会特意做 令到你之后那些 Solo Rubber 都会买 但这个款来说 就是干净得 得人害怕的 即是叫做 买来行街都叫做 没得输的款 应该都是差崩头 现在 世界各地都是27号 会出Chapter 1 我觉得它后面 鞋抽的部分 真的挺帥 我挺喜欢 其实它后面 即是叫翻书 样的鞋抽 即是叫做 有点心思 这个鞋 那我 就希望入手 那当然 都 expect 头那几个款 都是叫做 非常之难搞的 85 美元 所以今天比较香港 应该都是1199 水位多些 看看到时 即是哪个好彩了 那Puma Hoops 的Scot Zero 都从这个 Cheetos 的玉米脆棒 就 cross over 所以鞋 红色得来 都有些叫做 Cheetos 的包装的 设计语言 在上面 其实这个鞋我买的 不过一路都 没拿出来 又没拿出来 试又没拿出来 给大家看 但其实鞋本身的外观 真的挺帥的 粉红色的设计 亦都可以 这些红色也算是 挺鎗的 鞋底部份 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中央 像是 眼仔 前后 都是正常的Hairmoon pattern 其实对鞋的吸引程度 就算高 叫做入门版 以Puma 来说 它都算做得不错 以价钱定位来说 又不是很贵 我觉得都是 挺划算的 哇 VIPO 细 VIPO 细 其实我自己也有 亦都是用原版的VIPO 细 那时候 FERMPO 细 之外 出了VIPO 细 当然 没有FERMPO 细 那么经典 但当时 也是叫做竞技 亦都是以EKPLAN 其实还有一只SILVER EKPLAN SILVER 以及CHROME 这三只颜色 我都有买 现在 后作 当然 没有FERMPO 细 出得那么快 但现在 都叫做福克 如果要买这双鞋 这双鞋 就夹枝不好穿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打算 买回来打球 真的要虐待自己的 无论FERMPO 细 也好 VIPO 细 也好 都不是用来买来穿的球� 但 如果你想怀念一番 这双鞋都算是一个好的选择 Kobe 8 Pro Kobe 8 Pro 除了白色之外 就一天做一只Code Purple 和Aqua 其实我又不太喜欢 824 这个设计 不过 我相信 如果入不了手 第八代 也会有少人入手 这些款式 第八代 其实Hyper 好像没有 46 456 那些那么厉害 我相信 入手程度应该没有那么夸张 难度 这一只都挺有趣的 Interni 和Flow底 那这双鞋 其实就有少像 Adidas 那一双叫做Elix Level 的鞋 用了Flow的篮球底 用一个叫做 Ni的物料 但这一只有鞋繩的 这一只不是没有鞋繩的 你见到 真的很少隐藏了 但它都是绑鞋带的 整个 包裹 各方面的 形态 也挺像 当然它绑鞋带的 整体的鞋带 就好少少 感觉上是有少少像 蜜兔鞋 跑鞋 而 以一个 用回它的 Flow 即是叫做Petbas 的设计 都已经不是一代半代的东西 可能在内用性来说 依然是存在疑问 但是 这个设计 反而比Cue Eleven 好 因为起码 你见到Flow 的样子 明确一些 有时候 你都是想展示给别人看多 即是Cue型 都不仅是买性能 所以 整个设计 出来的感觉 就叫做 都叫做 挺Sharp 不要说性能 得不得 我觉得 起码外观 都叫做挺搶 再加上高筒的设计 都叫做 挺有趣的 选择 我不觉得 这一代是非常好的篮球鞋 但是 要纯粹说 抢压来说 这一代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跟大家说 今天最爱的就是Dynamic Air 这个Air Max 已经出了一些新的设计 这次是什么样子 其实外观来说 这个样子看上去就一样 一样 这四个棍子 其实我觉得 最主要来说 鞋面的部分 做得不够吸引 不够英俊 即是这四个孔 未必没有它的效果 但是 其实很多时候买鞋 都讲讲样子 这个样子 其实真的未必能够 但是 它现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后竞椅 有四个柱子 就叫做了一个 叫Dynamic Air Unit 四个不同的 气压的 叫做Air 在后面 就和间线一个 一个back 是有些分别的 那这个 这个四个不同的气压的东西 有什么用呢 就是令到你 就是Smooth Out 叫做气压的传动 那些 Pressure 里面的 Pressure 是不同的 所以 由后向前的时候 Air 的效果 推进性 顺滑程度 是有些不同的 那 但你问我 其实纯粹 以Air 来说 玩四柱子 是不是很生命的东西 又不是真的 那么生命的东西 因为 之前呢 其实都很多 叫做不同 叫做 Pressure 的鞋 出过很多次的了 所以 纯粹玩四柱子 究竟会对设计员 有多大的帮助呢 我觉得 不是真的那么大 宁愿出个外形 外形的样子 比较英俊 试证点 反而可能 还会好些 但anyway 都要一个新的Air 的尝试 即管看看到时 反映市场反映如何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您的问题 下面留言 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